關心川普重返白宮 那麼台灣要開始 繳交保護費了嗎 川普當選的隔天就傳出 華航準備要砸 1400億元的台幣 跟播音購買 播音777X等客機 不過專家就爆料 這款機型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有試飛 爆發了結構性的裂痕 各國都不敢買 結果台灣卻敢衝第一 來搶著購買 未來這種保護費 恐怕會讓台灣 被剝了好幾層皮 川普選前多次抱怨 台灣搶了晶片 還說台灣要美國提供保護 卻又不交保護費 結果川普當選隔天 就傳出華航 準備砸台幣1200多億 跟播音買777X 以及空八等20架飛機 其實早在蔡政府時期 有美國參議員訪台後 華航就砸了1400多億 買了16架播音787的客機 不過有人爆料 這款播音777X客機 別國都不敢買 偏偏台灣去買 因為試飛期間 就發現有結構性的裂痕 網友嘲諷 難道是要開始繳保護費了嗎 別人不買的飛機 別人不用的武器 我們都買了 播音也不是只有777X出事情 它是各款機型都出 艙門飛出去的 墜機的 一大堆這種狗壁老套事 還有它的吹哨 人都莫名其妙死掉 所以現在播音 它能不能夠保護性命的問題 台灣真的是變相交保護費嗎 川普上屆任內 對台軍售超過了 台幣2兆4000多億 是拜登時期的四倍 川普這回更喊話 台灣軍費必須提高到 GDP的10% 各界預估 如果台灣透過軍費 或採購瘋狂的繳保護費 恐怕會被無止境的拔皮 不是雪片般的飛來 會像下雨一樣 直接了當下在大家的頭上 我們的國防預算 真的超過GDP的5% 外資就開始撤退 不是害怕戰爭或與否 因為只要超過5% 台灣經濟就會開始 大幅度衰退 廠商會外移 那我們是比北韓很恐怖 因為北韓軍費最高 最高就占到7成 川普當選 是不是會掀起另一波的 中美大戰 專家說當川普的手段靈活 大陸更是展現高度的抗壓 為何只有台灣 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理 當美國進入了新川普時代 連川普都積極要跟大陸溝通 台灣為何要把對岸當作仇敵 記者張若慈 王志恒 台北採訪